进 吕布 黄中 对面这阵容前期也太弱了吧 刚好这把玩的是老虎 今天就叫你们碰到偏后期阵容 怎么靠运营在前期迅速解决战斗 对面打野不在 那就直接反进选 不要以为凡叶只是反一个buff 其实是利用阵容前期强的优势 通过buff来逼团 下路黄中有加罗牵制过不来 多打少就很简单了 先把蓝往往收下 再收下辅助连坡 是个残秀法师 跑不掉的 坐下 这个开局就可以说是很梦幻了 哎哟 不错哦 对面也打野一次 成绩我们就不用给龙了 开局反野 看似是击杀了中途 实则是干扰对面劲的发育 只要把劲搞崩 节奏就是我们的了 成绩当然是留给红爸爸 野区吃不到资源 他肯定就会来线上蹭经济 对我们来说那就很舒服了 这样就可以防止三楼被干坑 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找机会 把针对贯彻到底 我来了小可爱们 打野不是每波都要参团的 这里对面四个人最终 上路两个人打单机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把夏日塔拆掉 让她的夏日区直接失手 甚至塔插完了 还会有小惊喜送给你 迷路的连坡 带走 现在在六分钟中 中下路已经是打出碾压了 甚至带带中塔 然后再帮上路打破僵局 这里塑料前期 我打野是很少帮对抗路的 长时间逗留对抗路 往后会因为打不开局面 导致节奏丢失 发育录不看压就直接崩掉了 要知道射手才有大C 所以打野优先帮发育录 才是胜利之本 看到没有 对面高地就剩一座了 我们这里 嘿嘿也是一座 是一座都没有掉 所以队里有一个会带节奏的好打野 这个游戏就变得很简单了 从开局压制到现在 这种压迫感 会给对面一种有劲无助食的感觉 十分的难受 这边强行切掉双C 把重痕吸引过来 突然对面不需要加入 剩下的 交给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